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 金融市也增加了55例 其中有两例是去听阿妹演唱会蓝疫的 林永昌市长表示 在4月16及17号这两天 将会在金融港东岸旅客大厅 加开疫苗师大战 4月13号全国本土确诊病例高达744例 金融市也有56例 有12例属于外县市感染确诊 台北市确诊足迹重叠有两例 是去阿妹演唱会蓝疫 是去听去参加那个阿妹的演唱会 的部分有两例 分别都是20多岁跟30多岁的女性 那是案29182 以及案29189 这个有两例 另外就是 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 台北的Icon的台北的 这个酒吧群聚 那今天新增加一例 是案29447 他是跟之前确诊的案26607 一起去这个酒吧市消费 牛昌表示根据观察 这波确诊者年纪偏轻活动力较强 尤其4月13号 确诊者中近有8人连一剂疫苗都没打 还有4人只打了第一剂 牛昌因此宣布将在4月16号 及4月17号 重开位于金融港东岸旅客大厅的疫苗施打站 为了冲高第三剂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比例 我们将在4月16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 4月16号到4月17号两天 在我们基隆港务公司 也就是中正路1号 从早上的8点半到11点半 另外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 我们加开疫苗的集中施打站 那希望视频朋友 这个能够多多利用 礼拜六礼拜天假期的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打的话 可以尽快地来进行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也请你也提醒 攜带这个健保卡 以及这个小黄卡 那65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长者 只要接种基础剂或者是追加剂 都可以获得500元的一个礼券 的一个鼓励 由于爱心筛检活动成效良好 也促使许多民众主动进行自我快筛 因此刘昌也宣布将重启快筛阳性服务专线 由专人协助快筛阳性民众 进行后续PCR裁剪等工作 这个病毒的一个特性是 它大概在你这个确诊发病之后 一天半左右的时间 其实就有传播的一个能力 那传播的一个这个高峰 大概是这个发病之后 大概是三到四天 所以我们必须要追上这个速度 才有可能去匡列或者去阻断 或者是迟滞拖延这个病毒的一个传播 那因为民众对于那个上一次快筛阳性的专线 认为反应非常的好 而且也的确对我们快速的去做反应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 也把相关的包括我们医院端的筛检的能量的准备 还有包括防疫健身车的一个准备 还有我们专线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那经过布置之后呢 我在这边宣布 我们从明天开始 也就是4月14号的早上9点开始 我们重新启动这个快筛阳性的专线 电话是2456-5861 2456-5861 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 只要你这个是比如说你是快筛阳性 你就可以打这支电话进来 那我们有专人为大家来做服务 至于教育部放宽全校停课标准 牛昌再度强调应应地制宜 由各县市首长依据各地疫情及学校确诊学生状况 进行风险评估匡列裁减 再参考教育部停课指引 决定是否需停班甚至全校停课 才能确切达到防疫效果 记者张旗团基隆报道 而基隆的疫情未退 根据市府公布个案28216的足迹 在5天内足迹遍及了信义区 七堵区 仁爱区等13个场所 其中深溪路的商家是大热点 由于该区是2万人口的生活圈 里长临重到上午再请人特别消毒一次 消毒人员沿着深溪路一带来来回回彻底消毒 就连商家门口也是区域重点 28216足迹比较多一点 在4月5号的中午12点 曾经到过深溪路的爱买 4月6号的7点 到过七堵实践路的7-11的福具门市店 另外是晚上的11点 到过深溪路的全家超商 4月7号的晚上8点 曾经到过仁爱区的全家便利商店 以及姑姑居宠物城 晚上的9点 到过深溪路的7-11的门市 基隆市政府公布个案28216足迹 短短5天内就有13个足迹 有卖场便利店火锅店 其中光是深溪路 就有多间的店家上榜 也让邻近的店家相当紧张 少了张近有一半 那现在确诊者的足迹又在遍布这里 大家会不会担心 一定会担心 因为有一些还没打疫苗 外地的冷卷很少 然后大家也不敢出来内用 减少这种餐厅 应该还是以外带比较多吧 怎么说 因为就是尽量避免在店内脱掉口罩用餐 一定会啊 怎么说呢 因为对啊 但是还是要做好自我保护的工作 这才是比较重要 整条深溪路的商店街 将近500公尺 商家林立 周边还有新峰街 密集住宅区 两个地区加起来 人口数就超过2万人 基隆疫情未退 不少店家只卖外带 禁止内用 但因为全国没有升三级 所以没有强制性 没有就疫情开始就没有在灭了 怎么说 担心就对了 对 没有外带 我们只能去配合政府 像要求客人去找 殖民自己QRQ 或者是去消毒 然后不能去强迫客人 自从疫情过来都差不多就够了 就是 少很多 少很多 是因为那外带的有没有增加 外带的有 有 昨天看到市政府发布的确诊者足迹 在深溪路很多的店家 他都有经过 都有到店里消费 那那个我们看到 然后这边店家跟我们居民 都非常的紧张害怕 所以今天里长 我特别邀请厂商来这边做消毒的工作 那特别针对深溪路做倾销 那因为深溪路跟新凡街这一带 这个商圈 大概有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 所以我们很担心说 这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继续的延伤 因为政府没有升三级 所以没有强制要外带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店家 就是他们自己也改成 也不能内用 改成外带 那也是 希望疫情不会继续的燃伤 基隆疫情未趋缓 越来越多的个案主机曝光 除了加强消毒之外 要全面防堵疫情 让疫情降温 恐怕还需要再一段时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多所学校陆续爆发了 学生确诊的情况 市府除了进入校园 推动快筛防堵疫情扩散外 另外对于教育部放宽 全校停课标准 与陈时中有意降低快筛 试剂售价等事 市长也一一做出了回应 根据最新统计 到4月12号为止 基隆市有一所中学 一所小学 及两所幼儿园全校停课 一所高中 一所中学 一所小学 预防性停课一天 还有五所学校 一个班级停课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为了加强校园防疫措施 将比照爱心筛减活动 进入校园 推动快筛 我想我们会针对 这个校园的这一个部分 采取新的一个措施 因为之前我们在基隆 推动这个快筛的一个计划 非常的一个成功 我们现在正在拟定 相关的一个计划 也向中央来提出申请 希望能够在校园里面 进一步来推动快筛的计划 而对于教育部 宣布将松绑全校停课标准 该以班级为单位 学校有三分之一以上班级 获达十班以上班级停课 十天才全校停课 刘昌也回应表示 地方指挥官可以因地置疑 善用相关规定 达到防疫效果 又能降低停课冲击 教育部所公布的一个指引里面 还有停课一到三天 所以如果可以好好的运用 停课一到三天的一个措施 其实可以降低 这个大规模或者是 全校停课的一个冲击 那比如说说这个我们如果善用 比如说像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一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中间还会隔一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所以就可以把这一个间隔的一个时间把它拉长 也可以达到防疫的目的 那也可以让停课的一个天数 或者停课的一个规模 不要扩得太大 然后去影响到学生的一个就学 而对于疫情指挥中心有意在北北桃推动类普筛 牛昌也大方分享爱心筛检在基隆推动成功的几项做法 有包括这个爱心的咨询的专线的设立 还有包括这个阳性确诊的 这个就是快筛阳性确诊的这个专线 另外就是快速的这个PCR筛检的一个能量 还有后送的一个机制 还有甚至包括防疫的健身车队等等 它有许多的一个环节跟配套 那另外在发放的一个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技巧 怎么样广发之余 也能够针对一些重点来做投放 我想这些它的执行的一些细节 还有更重要的是它成功的那个美港 我们会提供给中央 也会提供给其他县市来参考 对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希望组快筛国家队降低快筛四季售价 牛昌也大表赞同 牛昌认为面对疫情变化 因建立全民自我监测健康观念 因此建议快筛四季能进入加户 快筛的四季可以普遍性的被运用 就像我们每天戴口罩一样 那可以定期的去监测自主的一个健康 然后这个不要让这个病毒去做扩散 我想我们从医疗的院所 这是一道防线 也是最重要的防线 那第二道的一个这个筛检的一个城墙 就是我们的社区筛检站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快筛的四季投放到家庭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病毒筛检的一个尖兵的话 其实这可以给整个疫情的一个防控 其实带来很多更大的一个能量 对于新北市计划推动轻震者居家照护措施 牛昌表示已经透过卫生局及县市副市长平台取经 牛昌强调面对疫情 每个县市不必单打独斗 透过防疫经验分享跨县市合作 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中央提出国小停课新标准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表示 这个放宽学校停课标准之后 许多家长都一直反应 因为非常担心没有施打疫苗的12岁以下 国小孩子们更容易染疫 因此就呼吁金融市政府先别跟进停课新标准 很担心就是国小以下这些12岁以下的小朋友都还没打疫苗 家长原本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是要放心的让他们快乐的读书 现在反而家长会说送到学校去的话会不会染疫回来这样子 跟施先生一样家里面小朋友还在念小学 而担心放宽学校停课标准 增加染疫风险的家长相当多 由于中央提出国小停课新标准 金融市议员宋伟丽表示 许多家长跟他反应担心放宽后 对于没有施打疫苗的12岁以下孩子们更容易染疫 因此宋伟丽呼吁金融市政府先别跟进新的停课标准 那现在中央又宣布了一件就是 如果说现在开始三分之一班级 如果染疫的话才要停课 然后才在线上教学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12岁以下的小孩他们都没有打疫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12岁以下的孩子 他们事实上还在成长 所以他们的抵抗力以及他们的传染力都是非常的强 因为抵抗力比较弱嘛 传染力就会比较强 那我想说如果说中央用这个规定的话 我觉得比较不妥 因为这阵接到非常多的 因为尤其昨天晚上 接到非常多的这个家长的来电 所以我昨天在脸书上 我呼吁我们就用市政府 希望不要跟进中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 地区里长同样也接受到里民这种忧心的反应 希望中央赶快购买适合12岁以下 学童施打的新冠肺炎疫苗 为孩子们接种疫苗最重要 市议员宋伟丽也提醒民众 在疫情延烧这段期间 务必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共同防疫度过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随着经由疫情延烧的迹象 经由市议员庄敬盛 特别就分送给中山区内12岁以下公立和私立国小 及幼儿园的学生老师教职员们 每个人各一瓶五酒精抗菌液随身瓶 协助校园防疫 减少疫情在校园扩散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将非酒精的抗菌液 随身瓶赠送给幼儿园的学生教职员 受到园长再三感谢 谢谢庄议员对我们小朋友的这么照顾 我想有他们随身攜带 让爸爸妈妈可以带他们这样出去使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更安全这样子 12岁以下的所有的学童 几乎都是没有打疫苗 对于我们这些学童的防护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五酒精的抗菌液 因为小朋友因为酒精的关系可能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特别去找了一些五酒精的抗菌液 希望能保护我们学童 上学的时候以及我们出外的时候都能够更安全 更增加一点防护 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期间 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抗疫小英雄 为我们的疫情尽量能够减温 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随着基隆疫情有延烧的迹象 基隆市议员庄敬胜 特别分送给中山区内 12岁以下公立 以及私立国小和幼儿园学生 以及老师教职院们 每人各一瓶抗菌液随生瓶 协助校园防疫 减少疫情在校园间扩散 在我们中山区各公私立 幼儿园以及国小 因为我们12岁以下的学童都没有自打疫苗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增加更大的防护 我们来赠送一些非酒精的抗菌液 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的上学 快乐的长大 因为尤其现在疫情升温 我们除了每天做好防疫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 也真的非常谢谢庄议员 也很重视这个议题 今天送这个消毒液给我们小朋友 真的很感谢议员 谢谢 市议员庄敬胜也提醒小小朋友们 在疫情延烧这段期间 务必听从老师的话 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共同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这是老板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啊 做好防护啊 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111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暖江国小校园建置一间模拟高尔夫球教室 让学童能够对高尔夫球运动产生兴趣及培训专长 要把球打进或推进动力看似简单 其实不然 高尔夫球运动考验运动员的耐心 推理能力及肢体协调 要能精准的挥杆 每一杆都是从头到脚的考验 三二一 请接牌 暖江国小长期推动高尔夫球运动 校内也培育了小选手 尽管基隆天气难以捉摸 但现在有了企业的进驻与支持 模拟高尔夫球教室的启用 让孩子们随时能尽情挥杆 不受气候影响 透过他的数据 看到我哪里还需要加强 我在这里从四年级到五年级 现在就是一直在练习高尔夫球 然后高尔夫球对我来讲 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耐心 然后可以培养我的准度 跟那个专注力 希望通过这个模拟器的部分 让小朋友可以静静地接触高尔夫 而且是由他们习惯的界面 用游戏的角度 不可能从数据或是球场 或是打比赛 让他们可以喜欢上这个运动 我相信未来小朋友在这个环境下 能够更快乐地学习 未来的技术 相信能够更指日可待地 能够继续进进 节目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立委蔡世英 市议员李敏勋及童子伟都到现场祝贺 也鼓励孩子们要多运动 未来说不定出现扬名世界的国首 那高尔夫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在参加 估计的单向运动里面 常常都有不错好的成绩 我们有许多优秀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排名 都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的佳基 那现在很高兴高尔夫委员会在各县市 推动从小扎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暖江国小这次帅风气之间开始来举办 这样的模拟教师的成年 我相信可以培育更多小小优秀的年轻人 那他们对于这个高尔夫有兴趣 进而未来成为专业的职业学生 我想透过我们暖江国小曾夕华校长 以及我们很多委员的支持 可以让我们设置在学校 可以达到推广高尔夫球运动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未来我们可以再培育出更多 就是我们高尔夫球的国首 那甚至在全世界都可以拿下很好的成绩 那为我们暖江为我们冷暖来争光 暖江国小赞不赞 赞 即使蔡小军采访报道 台湾羽球在冬奥发光发亮 中正区刚完修的要塞资令部对面的 真沙休闲公园占地700多平 但是休闲设施少 使用率低 是越南闽黄 接同里长问军荣会堪 争取在公园内打造一处标准的羽球球场 培训羽球选手 预计今年9月底前可以完工 来到中正区真沙公园 腹地宽广 成了民众休闲运动的好地方 不过仔细看 公园内的草坪因为长得快 每年要花两次除草 加上民众遛狗 没有公德心 将狗狗的粪便留在现场 造成草地使用率低 运动公园呢 带狗去拿的时候 你们要运动去海洋大爷运动 好像这边是狗大便 狗他们在狗大应 所以真的很难管理 你如果说你今天整个规划 又漂亮没有都杂草了 我想这个真的杂草了 这一年都要除好几次 那你看看进来 都是大便 哇真的很糟糕 此外公园早期施作的休闲椅 也不符合人体工学 遭到里长和李明诟病 我想因为蛇晚上 你看不到 白天就看不到 比较喜欢这样 因为草会盖到蛇 所以蛇进来都不小 为了让占地700多坪的 真沙休闲公园 能够提升使用率 建勇市议员蓝敏黄 争取打造全林的运动公园 将动用零星工程款80万元 在中间的绿带 新建一处标准的羽毛球场 真沙里的休闲公园 是在107年的12月完工启用 但是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 是以绿地为主 所以整个园区700多坪 完全没有任何的 休闲游戏的空间 所以三年多来 使用率非常的低 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去年开始 我就先争取一部分的经费 来制作一些体健的设施 我们希望能够 吸引更多的长辈 愿意到这个公园来游戏 那今年我跟里长特别研究 要在这个园区内 来开发新建一座羽毛球的练习场 因为翔风街是一个完整的学区 它从小学到大学都有 包括正宾国小 正宾国中 二星高中 以及海洋大学 这边的学生人数非常之多 那么最重要的是 去年东京奥运的时候 我们台湾选手夺下了 一金一银的佳击 我想台湾非常适合发展羽球运动 那我也希望藉由这个计划 来启动我们基隆羽毛球的训练 我们希望能够在基隆培养更多的羽毛球国手 来为国争贯 那完工之后 我相信就能够大大提升它的使用力 那么经过我们跟区公所的会刊 区公所出雇的经费大概是80万 恭喜需要半年 那我想经费没有问题 我将洞志亭新工程款 那么 会刊之后啊 我将责成我们区公所 进行规划设计及施工 希望整个计划能够顺利的 在9月底来完成 场地其实是蛮不错的 这个地方喔 是整个安小地区都在那边用来休闲的 那休闲部的当初这些长期 之前要讲如果有休闲工人的话 是多元化的 多元化对每个人才好 因为每个人身体健康要运动 不是走路而已 有时候他可能骨头要什么 什么附件什么 都是很好的一种项目 一种减项 然后再说其实以后 现在也年底到选举 我们不敢年底的事情了 就是说因为南野也蛮协助 这一项这个运动 所以休闲 所以也这几年 每一年都在会刊 就要尽量为百姓争取福利 这项工程 预计在9月完工 未来结合周边的正民国小 正民国中 及海大附中 二姓高中 很适合发展羽球运动 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优秀选手 为金融市争光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不然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